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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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不要说过这些了 我们先喝口这个保保茶 一会儿我会再解释小一点的东西 当然了 我已经研究过这些新产品了 好了 上星期五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已经听到了 中国就说要逐步解禁日本水产 我们就不需要理会什么原因 其实不解禁的时候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渔民 已经去到福岛捞鱼 捞鱼 那你说会不会是 关于这个深圳儿童被杀事件呢 我想这个催化劑一直都在谈谈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经济是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催化劑 但是支持这件事我想都是在谈谈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经济 就真的一样的 纵然你怎样很硬 有时候真的不要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其实现在呢 这件事都难搞 难搞在什么呢 官方死不认炒 什么叫不认炒呢 他就弊平了那些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 杀得好 你怎么知道 鬼子 每年九一八杀几个就对了 是有的 是有这些 全部屏蔽 即是说他们觉得这些仇恨语言 最好不要给别人看 但是又这么说 他基本上连 这些叫两面不是人 连悼念那些 譬如深圳人那些 其实他有屏蔽 为什么呢 他可能会怕上面 再北一点 我不知道 其实总会有一些 民族主义很高章的人 对 或者他怕过多酒 他欠花不好 对了 两样东西 又或者有些人觉得你软弱 又是大的 好了 你用这样的态度 去面对日本 日本人怎么收货 老实说 真是不知道 那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发生 但是你说如果给我呢 即是我是日本人 假如我是日本人 喂 啊 你说我要为钱 那就没办法了 喂 我的孩子老婆 我一定加券一定不会 那就过去那边了 那加变的路 那就不过去日本投资了 如果怕加变 索性 我也是这样而已 喂 我24小时 喂 就算你中共肯答应我 就是我国 日本 就是假如我是日本人 喂 那你做了多少事呢 喂 如果大人杀小孩 你看不到一个傻佬 你怎么看啊 是吧 所以呢 但是我看到这一段 我觉得很好笑咯 我第一时间 我不是想起谁 我是想起謝展环 謝展环说什么呢 在去年 就是这个福岛 谈倒废水的时候 他说 我今天上网找出来 他说 辐射物质可以在海洋环境 和食物中积聚 三十年 是很长的时间来的 因为要谈倒三十年的嘛 日本去到这一刻 中国说要逐步 解禁日本水产呢 但是日本没有答应 它不倒污水的 继续倒的 没有改变过任何客观的情况 那謝展环的时候说 所以绝对不能轻视福岛 核废水排海所带来 对海洋生态和食物安全的风险 虽然日本政府 信誓旦旦说 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 根本都不会信服 也是这个担心的原因来的 面对有可能出现重大风险 我们作为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当然要作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保障香港的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 如果日本政府没有核废水的排海计划 当然我们不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继续排水 我们是不是要加强管制日本水产进口呢 完全是因应日本政府的单方面计划和行动 好了 现在日本的单方面计划和行动 在北面 它仍然继续排污水 我们怎么办 阿正 不吃它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喂 大陆继续大陆 为什么要开放呢 就是 那一下大陆政府罔顾人民 那如果不是的 你就跟它开放 那它没有变过 你觉得 謝展环真的不要做了 不要说这件事 这件事之前说 要科学化 接着转口要禁 喂 现在它没有出声 估计 它当然要跟大陆 好了 食物征费也是这样 喂 你一年或两年时间里面 你变了几个多次口 在同一件或两件事件里面 喂 怎样混合啊 是吧 至于刚才你说的 大陆红中尊与 老实说 见到的样子 都能吃牌 看好食物 对不对 你这样都吃下去 就该死了 老实说 就算你吃正宗的 我跟大家说 是 吃正宗的 蘇格兰 挪威的三文鱼 其实 它都是相对多 寄生虫的 三文鱼是多的 是的 OK 不过呢 鵝啤梨呢 大滚吃小滚 我就不想你 但如果你说 要吃到那些红津鱼呢 或者用红津鱼来 三文鱼 现在也不太贵 是吧 嘩 怎样想的世界 其实 带一些色水 怎样看见它的样子 你都不想吃 西瓜片 真是黏着 OK 好了 另外 第二宗三文鱼很短的 我们今天要尽快做 因为我 不知道是不是喝了这个煲煲茶 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很冷饿 其实喝茶就会令人冷饿一点 一定是削胃的原因 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 OK 好了 今天呢 这个行政会议 陈志施 你不禁令我 前行政会议 应该说前行政会议 赵习仁 赵习仁 又上电台做访问 喂 什么了啊 其实他现在有没有公职啊 有什么公职啊 什么 团结香港基金 是的 但是他不是政府里面的人 来的嘛 嗯 不过他就叫行政会议 错过 一段 我想 可能有两三届政府 那行政会议 召集人 又做过 这个意思 喂 成高一浦头 是不是真的令我 令我想起 难道这个特首 跑马仔又开始 还有人 还有人想着要 坐这个大位 他说 喂 喂 老实实说 就是我们不明白 这些位置给我也不做了 林香浩 未到 我告诉你 现在几个大延门 林香浩 我叔叔 梁振英 又有台 梁振英 这个年纪是一个问题 谭卫书也没有 比较大机会林郑月娥 对 但是有人说 他博衰了香港 那 那 曾俊华 曾俊华 曾俊华没有 他就有心 是 曾俊华的机会大 机会大 但是 是不是有心 还是真的 还有这个陈志士 就是我估计 我都是罗淑佩佳 是 不会的 甚至乎 如果你真的成理贵言 你说 凌康浩 罗淑佩 我就慢慢 反而 如果反正也是 李敏征是不是会好些 李敏征正 是不是李敏征正 是不是李敏征正 我最支持 我最支持 反正也是 李敏征的 李敏征只穿那套华服 走出去宣扬我们香港 那套不知是什么服 不知了 肯定是 肯定不是阳服 他很舒服 他说 Fashion的东西 我们懂一条铁吗 大意是这样说的 他都 好了 他说什么 陈志士 他出来今天说的是什么 很直接 他说 关于香港经贸办的认证法案 有时候 你知道 始终是 美国和我们卫大祖国 都是政治行先的 你要改变国家立场 或者政策立场 难度是很高的 但是民间社会方面 我们是否可以做些好些 做多些交流 起码 不太政治的议题上 文化交流 音乐 甚至体育 这些是正常的 香港一般人 想的事情 唉 我都不跟你说政治层面 那些事情 都知道你没有本事 亦都不认识的了 其实是否没有本事 是可以有做些事情的 但是你们不认识也算了 那些事情不要做到那么绝 有些事情 是吧 不认识 你看上个星期 我们又是收咪 喂 第一时间又走出来 说了 阿超哥 又说些什么人狠毒 什么什么 卑鄙 喂 你说来做什么 喂 是否你被人制裁 你上来香港 都跟攬炒吗 嗯 有些人真的不明白 有些人是屌你 我已经是支持阿超哥 屌你了 是我们这个 你们认为我 我是 我不是的 什么黄尸 KOL 喂 我已经差不多第一人了 喂 我只是叫他做超哥 都被人扔了 真的有没有 你为什么不叫他超哥 不可能叫他超仔 那就比我更大 是吧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的 就是等于特朗普 屌你老母 我不投 我2016年投特朗普 2020年我投特朗普 为什么我现在不投啊 因为他说 金仔是friend 就是我上次说过 我屌你老母 你真的 好了 我天天说金仔老母 天天说拜登老母 普京老母 习近平老母 你就支持他 就是打追炮 你看看他做什么才行的 那你就支持民主党 打追炮你不支持 豪交母 是的 乳餐 是的 是的 打追炮而已 多乱鱼的 好了 喏 但是他 为什么我有时候想 屌你了 喂 往来就无白丁 无端端 沉至此 一而再再而三 这些究竟是你商界自己的立场 还是甚至乎 即你是想献计呢 你是献计还是谋畏呢 究竟 我真的很难估 所以问题是 如果现在还有人 去看着这个大位呢 我都觉得 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你给我 我都不做 好了 你看看这件事 你这些这样呢 慢慢有时候 现在不是现在发生的 现在有人来司法复合 这些小小事呢 其实有时候都会令到香港的经济 所以是不能说独立的 喂 我们不开心的嘛 你好像 许智峰 许智峰 遭斑命破产 那个 前因后果 就没什么的 OK 前因后果呢 就是他 因为 没有支付反修例事件的稀状 OK 就被判藐视法庭罪成的重费 还有呢 OK 他亦都入了司法复合 要求警方公开催泪弹的成份 法庭下令终止诉讼 和要求 阿许金峰支付 离常重费 OK 好了 即是其实是这些重费的东西 那 法例上 有没有错呢 这样就是 斑命去破产 当然没错 但是 斑命去破产 第一 亦都有个clause 有个成本 第二最主要的 其实对阿许致锋 是并无任何实质的影响 因为他现在在澳洲 你送分给阿许致锋 他还要串嘴 他说 没所谓 你破产 影响不了我在澳洲的生活和财政 亦都丝毫无损我作为律师的法律职业工作 而你讲得对 某程度呢 你更加是送了分给他 令到他在一大堆 对你香港政府 这几年 所作所为有不满的市民 更加会 升高去分 你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做什么 我们自己都有法律的 legal cost 我们破产 是吧 光是见到政府这么狠 你已经没有心机了 好了 另外一宗 这宗 几年前 2019年反修例事件的时候 前律政司的检控主任 一个黄华芬 这个是前律政司的检控主任 为什么是前律政司的检控主任 因为现在没办法 为什么呢 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里面 他批评警察被裁定行为失当 被割职 好了 跟着 就被他 累积了30年的退休金 去提出司法覆核 法官押后到11月29日去裁决 好了 批评警察 原来是不能想的 我们看看这个人的背景 黄华芬 是前律政司的检控主任 我相信他对法律 都很明白 他在律政司的检控主任 他在律政司的检控下了30年 我相信他不会这么枉法的 那么容易 不仅自己也有这么大缺 退休金 现实上 在2019年的时候 香港 确实实实际上 有人觉得现在也是 是一个开放社会 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 他批評警方有什麼錯,而事實上,真的有警察,2019年有沒有,2019年都有的,未必是去到七警,但2019年有沒有警察被監警會譴責過,我印象中是有的 你認為批評他有什麼問題呢,而且這個意見,即使批評可能是基於一些不是事實的東西,原來竟然會被裁定行為失當,還要隔職,批評一下而已 好了,當然,他們要司法覆核,你說這些東西對你香港的管治形象,是好還是不好,你說到,喂,不影響一般人的自由的,喂,自由沒有轉失到的,當然你有時候會說,喂,言論自由呢,是有限制的,那真是怎樣啊,大哥,喂,我們對法律的,我們毫無法律的素養,但這個在律政事做了三十年啊, 你來不可以爆一單這些東西出來,老實說,就算你隔職,都好,喂,去到這個時候,喂,你撒一點衝撞,你試試看啊,這樣是不是,喂,不如我們香港人不教你了,你不要再教了,就算很數咯,是吧,好了,黃和勳,2019年的時候,以公職的電郵,向時任律政司,鄭若驊,鄭若驊, where are you now? 好,anybody tell me,大哥,教書,青蛙大學,不是吧,只是見到啊,大波華,現在這樣啊,你都應該要執生啊,還這麼過癮,好了, 好了,他說,他向時任律政司的鄭若驊和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投訴警方,喂,他用電郵向自己的老闆投訴警方,和上司投訴警方而已啊,哇,好了,這樣就糟糕了,第二年六月四日, 他向同事發電郵被指,可被理解為邀請參加集會,OK,於是乎公務員事務局呢,就裁定那兩項行為失當的,第一項就是你, 你不要批評警察,他不是公開場合啊,只不過是和他老闆,和上司和頂頭老闆,鄭若驊投訴警方的行為啊,第二,他發電郵,OK, 就是,向同事,那個電郵呢,可能,我不知道啊,我又沒有看,這裡沒有報導的內容, 但是他就說,可被理解為邀請其他,就是,律政署的同事去參加集會,我才不說我沒有看過電郵,我不知道就算邀請其他同事去參加集會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before他們是律政署的人,他們都是香港人來的嘛,基本法保障我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嘛, 只要他不是有武力,或者集會不是煽動人家要什麼,雖然那時候沒有這個二十三條, 我當下去,叫人家集會,出席集會有什麼問題呢, 看,公務員事務局就裁定他這兩項行為失當, 於是在今年三月,搞好久了,今年三月,搞了幾年,2024年三月, 將他隔職和不給退休金,黃華芬提出司法覆核, 質疑言訊委員會在過程中有多處法律出錯, 亦遲且懲罰過重,他解釋法電郵, 喂,投訴警方只是給建議他的上司, 而六月四日的電郵竟然被理解為, 可被理解為,這幾個字,指控自眼含糊, 要求法庭撤銷紀律聆訊的決定, 沒有任何資料,我不知道, 如果你問我,我立刻定徹, 你問我,當然啦, 現在公務員事務局都大了, 你一有什麼不對勁的, 喂,這些是救濟的, 還有三十年, 公積金那裏都很多, 你可以不給別人的嗎? 三十年他們去了,可以不給嗎? 而且這個行為是失當的, 強姦殺人嗎? 十一哥華衰, 你一看見這些, 你怎麼經濟會好啊? 先不要說環球經濟這麼嚴重, 其實環球是否很嚴重呢? 特別是我們東亞, 你只是這些新聞, 你哪有心思花錢啊? 你想不想, 喂, 衰退不能夠啦, 那麼靠法, 好了,北角開槍, 昨天呢, 那個死者家人出來, 都有一些訴求, 覺得會不會太嚴厲呢? 我見到下面的留言呢, 就一百分之間吵架那個家人的, 說那個女人, 喂, 吵你了, 你不危險, 就不要報警啦, 報得警尼, 你這麼危險, 千軍一發, 吵你了, 這次, 絕對支持警方啊, 九成九的留言啊, 這樣, 那我就不讀那些留言, 我都說這件事呢, 好厲害的, 但大家, 太快去合法, 你起碼都經過我的程序, 第二就是, 其實呢, 我有網友WhatsApp我, 告訴你, 喂, 每一個, 警區啊, 都有鐵甲威龍的嘛, 就是有些, 規格的嘛, 如果派鐵甲威龍上去的時候, 那就不用怕他張刀啦, 那當然, 我都是, 疑點歸於, 不是被告啦, 即是警方, 或者他一收到, 就在街上走幾個照片, 沒有那些工具呢, 好啦, 但是現在不是我質疑, 不是任何我質疑, 是阿歡歡, 江玉歡啊, 就說, 喂, 大哥, 有, 今次, 這個行為, 而且這個, 這個, 簡直是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人咯, 那究竟, 啊, 是否應該這樣呢, 或是警員有沒有跟著那個, 指標去應付精神病患者呢, 我又不覺得它是kai的, 那有時千君一發真是很難說, 但是我到現在都很質疑, 如果好像我那個網友所說, 喂, 為何你沒有鐵甲威農員呢, 有沒有談判簽家, 是的, 第二, 你又趕不及上去, 那個筆竟是拿刀的, 那你跟他談判的時候, 喂, 有一些盾牌啊, 或者一些旁邊, 垃圾桶啊, 桌面啊, 都有嘛, 而你報警的時候也知道他, 是一個, 真的有精神病患的人, 而反而令我最奇怪, 為何我那天, 有時候不是很方便說, 嘩, 喂, 你經過了調查程序才說, 反正都是你們幾個人在這裡, 現在在深厚, 你竟然都加了食物機嗎? 是啊, 應該有的, 但當日那些片呢? 很簡單, 你應該要拿出來, 第一, 第二, 有時候我經常覺得這樣, 唉, 如果是好合程序, 就不用這麼快出來說, 是我的意思啊, 即是無私顯見私, 那江玉歡就說, 喂, 他有幾樣東西, 包括第一, 他們要知識處理這類人事, 他要對這份人事有些資料先, 跟他們溝通的過程有些要避免的, 你有沒有這些training啊? 譬如, 不可以跟他們大聲說話, OK, 他說這件事呢, 不是第一次報案的啦, 這個病人在警署應該有紀錄的, 譬如, 上次發生過什麼事, 病人有沒有用藥或停藥, 發生事件前後, 千軍一發的經歷, 究竟是什麼千軍一發的經歷, 千軍一發的經歷啊, 警察去現場都要有些時間啊, 過程裡面, 在去會的過程裡面, 警員有沒有用最大的能力, 去瞭解這個病人啊, 這些全部要交代咯, 當然是要交代咯, 不過他沒有說不交代, 陳真健所說, 現在還沒有交代的, 但是, 要調查嘛, 要做報告嘛, 但是在調查, 做報告之前, 警部署長和當局那個警司已經說, 合情合理啊, 是否合情合理呢, 你問問那個死者的遺傷吧, 好,休息一會,